麥齊光一度坐車離開北角廉署總部分譯所 他在大約一小時後再回廉署 未有交代原因 消息說廉署稍後考慮准許麥齊光夫婦 和曾經文夫婦保釋外出 他們四個人在昨天被廉署拘捕 麥齊光期後宣布辭職 路政處助理處長曾經文就被揭發 與麥齊光在二十多年前 胡組對方在城市花園的單位 並簽署文件授權對方決定出售單位 外界懷疑兩人是租住單位的實際業主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康文報導